佛罗交仪缆车系统昨天下午5点48分发生故障 导致所有16个车厢停止运作 88名乘客受困在半空中度过煎熬的4个小时 正值农历新年假期 佛罗交仪马青昌山在昨天迎来大批游客 四处都是满满人潮 除了受困在缆车内的88名乘客 还有1048名游客和78名职员滞留在基地缆车站 由于人数过多 工作人员没能及时做出妥善安排 又冷又饿的游客也因此大感不满 我们在线上的8个小时 8个小时我们只能够两个烤鸡和两个水分 所以我们就来到他们的办公室 请谈谈 但他们给我们的办公室 没有什么 但只是复赠 技术人员在晚上9点左右 以人手操作方式 让受困车厢的游客回到基站 并在抢修之后 大约在晚上11点全面恢复运作 分阶段疏散上千名游客 该公司董事局成员 拿督阿兹站透露 事故照音确认是缆车滑轮系统发生故障 技术人员会继续检查其他的内部零件 承诺未来不会再发生故障 同时庆幸没有人受伤 缆车服务关闭半天之后 在今天中午12点重新投入运作 而游客们出游的心情 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依然选择以乘坐缆车的方式 来欣赏当地风光 NTV7综合报道